暑假正式开启了 不仅仅是学生的狂欢 同样也是影院的狂欢 今年院线可以明确感觉到回暖状态 这个月上映的电影多数也都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其中有那么一部电影 可以说是整个暑期当最为特别的 那就是会英红和你打红主演的我爱你 从名字来看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 这是一部爱情片 可当看到演员后 瞬间又觉得这不会是爱情片 毕竟这两位主演的年龄都是63岁 可是这部电影还真是爱情片 而且还就是关于两位63岁演员的爱情 同时也因为这个问题 会英红和你打红 在视频连接的时候还向观众们道歉了 这部电影从上映开始直到现在 支持和反对的立场都比较鲜明 始终在围绕着一个话题相互讨论着 这个话题就是老年人该不该拥有爱情 其实这部电影是翻拍自2011年韩国电影《我爱你》 这部韩国片可谓是被封为了神作 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0分 曾经还被不少媒体称为无人敢翻拍的存在 那为何韩国派这样的电影可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而到了国内就不行了呢 会英红版的《我爱你》 豆瓣开分7.9 这样的评分其实在国产剧当中来说已经不算低了 但是和原版比起来就相差的有点大 不过在《我对比了两个版本》后发现 其实两者之间差距并不大 故事情节相同 演员演技更是在线 唯独区别就是在于观众们的接受程度大不相同 近日几位主演在某平台连线 然后还让观众们连麦上来提取意见 其中有位观众语言十分犀利 直言 电影里面没有帅哥美女看的人又少 出演的意义何在 面对如此的提问 换作别的演员可能都有些生气了 而会英红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真诚道歉 电影里面确实没有帅哥美女 就连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 如果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 向你道歉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能够明显感觉到会英红已经哽咽 因为在他看来 这虽然是一部爱情片 但是年轻人却不愿意去看 原因就在于只有老戏骨 没有小鲜肉 在这部剧中 会英红饰演的是减废品的一个孤寡老人 在一次巧合中 和同样是孤身一人的倪大红认识了 二人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吵着吵着就渐渐地有了感情 这样的黄昏恋自然不会被大家看好 可是二人并不在乎世俗眼光 只要自己内心认定了彼此 那就可以携手奔向幸福 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其实这个话题在当今社会是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领域 因为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觉得黄昏恋不靠谱 也就是如此才会让我们忽略了老年人内心想要追求的爱情 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的爱情基本都得不到祝福的原因 不过在另一边 也有网友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是表示支持的 其中有那么一位网友的评价就很重肯 众议他 稀罕他 所以送他漂亮的手机 深夜无聊陪他聊天 收到回复开心的像个孩子帮他捡垃圾 带他去玩 说着土味情话 谁说老年人的爱情不浪漫了 这样看来 其实跟我们年轻时候对于爱情那种懵懂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说人的一生是一个轮回呢 该片本来就有着足够的话题 只是年轻人的接受程度有差距 但是好在片中的演员每个都很给力 除了两位主角之外 让人更加惊喜的反而是叶童 梁家辉和叶童在这部剧中虽然只是客串 但却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叶童饰演的赵欢欣 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 满头白发 满脸皱纹跟我们印象中的叶童有着天壤之别 或许大家对于叶童最深刻的记忆都还停留在许仙那里 那看过这部电影后 相信不少观众会对他有着另外一个记忆 赵欢欣不仅常年身体不好 还经常糊里糊涂 时常想到他的孩子后就会崩溃大哭 而这里就是叶童让观众震惊的地方 哭戏是一个演员必备的技能 但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哭多数都是这样 或许这样 而叶童的是这样 每一个细节和表情都足以把观众们带入其中 叶童就是这部电影的点睛之笔 而梁家辉饰演的谢定山 也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不离不弃 惠英红面对观众的提问 其实他不应该道歉 为什么要道歉呢 喜欢就去看 不喜欢就不去 爱情片不一定要霸道总裁家傻白甜 也可以是李慧如家常为戒 别看惠英红气场强大 一副不好惹的样子 和他相处过的人都知道 姐嘴上跟我秘了似的 主打一个甜 他与娱乐圈女明星们的爱恨情仇甜蜜互动 完全可以写成一部争宠宫斗戏 名曰 惠英红和他的女人们 全世界作证 红姐真的很爱美女 比如和马思纯拍杂志大片 虽然成片被一些缺的粉丝辣评委 有一种女人被老公骗了 跟头破好伤的感觉 但红姐一句喜欢是不够的 她爱 她超爱 还有一见到宋家 红姐就小鸟依然靠在她肩膀上 笑叶如花地来一句 你想我吗 我想你了 救命 这直白的情话攻击 谁顶得住啊 一些吃醋时刻也会有 宋家发了和各路美女的合照 唯独没有跟会英红的 姐气到全网发疯 顺便甩出一张合照 死亡打光 也掩饰不了她的幸福笑容 网友问两人什么时候来一组杂志拍摄合作 红姐的回答就是一个酸 宋家少亲两口别的美女 就能挤出时间和我拍杂志了 再来还有玛丽 尽管没有合照证明 但红姐还是激动地向全世界炫耀 我抱了她 我真抱了她啊 不信你们问玛丽 语气好像演我成功追星爱斗 但玛丽可以证明 她们是双向奔赴 我没有 至于新欢张小斐 红姐每次看到人家就要亲亲贴贴抱抱 又是在微博上喊宝贝 又是当湛姐为她拍照 满瓶爱意挡都挡不住 于是问题来了 张小斐是宝贝 那曾经的宋家玛丽算什么 姐的回答 是懂语录君瞻的哈哈哈哈 千万别问她 美女妹妹那么多 每个才是真的爱 小孩子才做选择 红姐她都 比起全网甚夸的会英红好潮好会 我更欣赏她的学习能力 想起一年前 裤衩子文学走红 红姐的微博评论区 被粉丝各种虎狼之词充斥 她还一脸惊恐 直呼可怕 难以接受 如今酒精沙场 姐已经懂得灵活运用 甚至会用魔法打败魔法 演技炸裂 态度严肃 气场强大 是很多人对会英红的印象 就连张子怡也称 她就是神 一向张狂的宁静 和她和赵石 也乖乖让出C位 但演得了戏 也玩得了梗 惠英红让我看到了一个 演员最可贵的态度是 活到老 学到老 六十家的惠英红 能圈粉无数 绝不止于演技与个性 也许在演员领域的 实际与成就 撑起了她的底气与气场 在任何场合看到她 永远都是神采飞扬 走路带风 即使不是专业模特 走秀也能走出 排山倒海的气势来 自信炸裂全场 实力诠释了 酷帅与年龄无关 红姐完性感 完全也不在话下 小秀苏坚 就惹来一堆粉丝 大喊老婆 晒出泳装生涂照 这长腿细腰好生词 让多少人自愧不如 惠英红已经年过花甲了 比起变老的痕迹 岁月似乎赋予她 更多内在的力量 不扭捏又冲劲 造就她始终有一股 向上摊爬 生机勃勃的能量 她六一儿童节 去广州塔游玩 却被店家告知 年过六十岁 可以买老人票了 搁谁都要赶伤一下吧 她倒好 拿着多找回来的一堆零钱 掩饰不住满脸的开心 她能坦然面对衰老 也会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扎上两个麻花辫 带着小学生同款太阳镜 高高兴兴上街去 虽然前一秒一本正经的解释 我不是为了装嫩 这是开戏需要剪的 可下一秒 又按了不住对发型的喜爱 对着镜头裂开嘴笑 问大家好看吗 在慧英红身上 你能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情 对人生始终不灭的希望 她一生未婚 和美国水兵的初恋故事 感动全网 少女时期遇到的那个心动男孩 陪了她七天 离别之际留下一句我爱你 从此踏上战场 了无音许 几十年后 谈起这段无疾而终的初恋 她眼里依然有光 甚至在62岁那年穿上婚纱 一句简单的有缘再见 道尽她对爱情的渴望 别看慧英红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 她的前半生是几经艰辛苦过来的 明明大户人家出身 却因父亲贪赌败光身家 一夜之间从衣食无忧的公主 沦为吃不上饭的乞丐 为了摆脱贫困 她13岁开始做打女 每天脸的遍体鳞伤 然后用命夺出金像奖第一位影后 但风光没几年 香港武打片衰落 她一睹无息可拍 最难的时候 她患上抑郁症 在39岁那年留下一封遗书 吞了30多颗安眠药 索性被朋友救了回来 然后涅槃重生 踏入中年 她从TVB的配角做起 不论戏份多少 角色正反 一一拿下 用心琢磨 这才有了后来的风神传奇 拿TVB时候三封金像 摘下金马 活到63岁 会英红靠可爱个性三度爆火 她的演技早已无庸置疑 但她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拍电影 电视剧 常年辗转于各个剧组 她毫不掩饰对奖项的渴望 希望自己拿到金鸡 集齐三尽 给后辈让路 想也别想 对不起 如果年轻人有实力 可以大大方方地打赢我 姐这股不服输的野心雨冲进 太洒了 想要就直说 说了就拿出行动 她证明了女性 无论在哪个年龄 只要足够努力 总能让自己的生命灿烂绽放 再回头看看 会英红每一次跌落谷底 都能漂亮反弹 抛却幸运因素 是她始终有活到老 学到老的心态 有一股再大的苦难压身上 都打不死 而是拼命翻身的精神 试任命运已痛闻我 我仍愿保之以歌 这样的会英红 我相信哪怕再过二十年 依然也能书写传奇啊 这种活字里能不能触